不是北京 不是北京吗? 那你听我和你再说一遍 他说的是我们那儿的天气比北京的冷 他说的是我们那儿 那儿是不是我们说的是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他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应该是在北京 他正在北京 明白吗? 对 那么他前面说北京10摄氏度 这个温度 10度 那么下雪呢 我们是不是要比较冷的时候 要接近0摄氏度的时候才会下雪 明白吗? 明白了 it has to be close to zero to snow 对 所以他这里说北京10摄氏度 10摄氏度这个温度呢 虽然有点冷 但是呢还不会下雪 这个雪很大 对不对? 嗯 所以这里应该选择false 错的 明白了吗? 好 好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上次我们听了两个听力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课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我们一起把这个课文一起再看一遍 好 我们一起读 第一句 再读一次 好 秋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? 唱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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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然后呢 是谁? 一个朋友 对 然后他问 什么朋友 是不是男朋友? 对 然后他回答 不是 不是 我同学 我同学 介绍的 对 介绍的 介绍的 我同学 昨天 第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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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这个一读医生 第一次 好 第一次 好 第一次 对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 还有一个 课文 这个课文 嗯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前边 前边 对 前边 啊 说话的 呃 那个 呃 人姐 叫我的 呃 汉语老师 对 你可能 不认识他 对 你可能 不认识他 你可能 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对 很好 这里这个 读二声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呃 是去年 来的 呃 他 姓王 对 二十八岁 非常好 然后最后一句 他 他比我们老师 呃 小两岁 对 他比我们老师 小两岁 那么我们 待会儿就要学 这个句子 他比我们老师 小 这个比 比 好 对 我们待会儿就要学 那么我们先再看一遍 拼音 我们再看一次 嗯 好 我们看第一个 唱歌 对 唱歌 男 这个呢 女 好 孩子 对 右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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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下面这个 鼻 这边 说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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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继续 可能 对很好 去年 男 非常好 这个 性 性 性 对 再来一次 性 对 最后一个 便宜 对便宜 好 那么我们看着拼音 再读一次 看着拼音 好 唱歌 对 对 看这里是四声 唱 好 第二个 男 继续 女 孩子 右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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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鼻 说话 对 可能 非常好 去年 这个 性 性 性 对 很好 再读一次 性 对 非常好 这个呢 最后一个 对 很好 那么我们看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语法 比一 嗯 那么我们先看这里 看 这个是谁 我们可以说 哥哥 对 这个呢 姐姐 对 那么谁高一点 谁高一点 呃 哥哥 对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 呃 姐姐 比 哥哥 很高 我们是不是说的哥哥高一点 你看 呃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 用比的话 我们可以 说 哥哥 比 姐 高 哦 对 这个我们是不是学了 它是一个借词 them 借词 你看 这两个 哥哥和姐姐 他是不是要高一点 你看这样过来 他要高了半个头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学这个笔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 用笔 我们来表示 一个 比较的句子 你看 比较 嗯 做比较 那么 这个句子呢 笔字句 它的谓语 可以是形容词 可以是形容词 你看我们这里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高 它是不是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嗯 对 所以 这个高 它就是做的这个句子的谓语 一个动词的谓语 那么 我们继续看 你看这里有三个句子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句子 嗯 就是刚才的那个 我们先读一下 嗯 哥哥比姐姐 嗯 哥哥比姐姐高 嗯 哥哥比姐姐高 他们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比较 那么这里呢 第二个句子 我们说 今天比昨天热 它比较的是这个天气的温度 temperature 嗯 那么这里呢 唱歌比我好 这是一个程度的关系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看 比 中间 这里是比 那么前天这里 它的前面 前面 嗯 哥哥 今天 还有大卫 我们这里和大卫唱歌 我们把它一起看 嗯 那么前面的这个呢 我们就说 把它看作是A 那么你看 比 到后面 姐姐 嗯 昨天 还有我 我们就是把它看作这个B 那么你再看 后面这里的 高 嗯 还有这个 什么 对 对 最后一个呢 是什么 好 对 它们都是什么 对 它们都是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对 对 那么我们看这里 我们说的是 笔字句的谓语 可以是形容词 嗯 看见这里了吗 所以你看 它们的后面 这里都是 objective 形容词 嗯 那么你记住 这个结构了吗 记住了吗 嗯 好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 你看 这里 有一些鸡蛋 对 哪边的鸡蛋更多 哪边的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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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右边 对 右边的多 那么我们用刚才我们说的笔字句来说一下 来比较一下 来比较一下 怎么说 呃 右边 鸡蛋 比 右边 鸡蛋 多 对 但是你要注意哦 对 但是你要注意哦 我们要说 右边的鸡蛋 怎么说 哪边的鸡蛋 更少 讲一下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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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昨天 呃 左边的鸡蛋 比 右边的 小 少 小 对 非常好 非常棒 就是这样的 那么你看 这里 右边的鸡蛋 我们就说它是A 然后这里呢 左边的 我们就看作是B 然后中间 是我们这个语法点 它的中心 比 然后最后你看这里 多和少 都是我们说的那个形容词 嗯 记住了吗 好 那么我们继续看 这里你看 这件衣服 多少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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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十 千 对 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哦 钱 钱 对 那么你看 这件衣服 多少 嗯 一百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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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用笔字句 我们学的这个笔字句 我们学的这个笔字句 说一说 哪件衣服便宜 对 对 对 非常好 那么 你再说一说 哪件衣服更贵呢 用贵 嗯 黑的衣服比红的衣服贵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下面这个句子 嗯 都是一个形容词 嗯 好 记住了吧 好 嗯 那么我们继续看 如果 要表达事物之间的差别 差别 他们之间有一个距离 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距离 那么 用具体的数量 具体的数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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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去表示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别 那么我们来 看一下 比如说 刚才我们 我们可以说 哥哥 比姐姐大 这是在说他们的什么 在比较他们的什么 啊 肥 肥 对 肥是形容什么的 年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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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 对 我们在比较 哥哥和姐姐的年龄 啊 那么 那么我们说 如果 我们看一下 如果哥哥 12岁 嗯 姐姐 10岁 嗯 那么你想想 你可以怎么说 嗯 那么 哥哥 是不是比姐姐 大两岁 哦 好 明白了吗 哦 对对对 好 中间这个2 是不是就是他们年龄中间的那个数字 嗯 那么 嗯 那么 我们再说 如果 你看这里 这里 嗯 嗯 一点 一些 表示 差别不大 就是说 如果 他们之间这个数字 差别不是很大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一点 和一些 来表示 那么如果 他们这个差别很大 看这里 嗯 如果这个差别很大 这个数字很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多 或者 得多 嗯 还有这一个 很多 来表示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里 哥哥比姐姐 大两岁 这个数字 是不是 比较小 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 哥哥 比姐姐大 大多少 大 大 两岁 哥哥比姐姐大两岁 是对的 嗯 那么我们说 中间他们差了二 对不对 两岁 嗯 二 那么 二 这个数字 它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 这里 他们的差别 不大 嗯 看见这里了吗 差别不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一点和一些 来表示 那么你看一下 可以怎么说 可可 比姐姐 一点 两岁 那么 那么 这个大呢 这个大呢 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是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哦 哈哈 对 你看这里了吗 两岁 哦 哦 好好好 好 这个两岁 这个 好 对 这个两岁 它的数字 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我们就可以用一点或者说一些去替换这个二 明白吗 嗯 那么如果如果哥哥二十岁姐姐十岁 嗯 那么中间你看 他们中间是不是差了十岁 嗯 那么哥哥比姐姐大十岁 这个十 是不是比二要大得多 对不对 嗯 对 这个十 嗯 嗯 那么 我们看这里 如果这个差别很大 你看这里 差别很大 嗯 这个数字很大 我们就可以用多很多或者这个得多去表示 那么你来说一说 如果哥哥比姐姐大十岁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样表示 啊 哥哥比姐姐大多 大得多 或者说 哦 对 大很多 大很多 明白了吗 好 听懂了吗 很懂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 嗯 结构的structure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你看 你看 A 比B 然后是一个形容词 和刚才是一样的 和刚才我们的那个是一样的 嗯 那么最后这里 两岁 两岁 一些 嗯 还有这个 很多 嗯 我们就是看 它相当于一个数量短语 表示的是一个数字有关的 和数字有关 about number 嗯 明白了吗 嗯 对 这个数字就是A和B之间的差别 the difference 嗯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继续 你看这里还有三个句子 我们再一起读一读加深一下印象 我们多看一点 好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句子 嗯 他比大卫小两岁 对小 看见了吗 看见了 对 和刚才的大 他不一样 嗯 这个女生 比大卫要小两岁 小 嗯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呢 今天比昨天 热 啊 热 啊 这个字 是什么 啊 啊 等 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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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你想 我们在第一课 第一课里面 我们是不是学过一个 绝的 哦 好好好 对 记起来了吗 得多 得多 好 那么我们把它再读一次 嗯 今天比昨天热得多 对 那么这个呢 我的学习比它好一点 好一点 对好一点 那么你看小 热和好 嗯 都是这里的形容词 然后两岁 得多 还有这个一点 都是和数量 数字有关的短语 嗯 表示 他们 和他们之间 的这个差别的数量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练习题 你来看 这个手表 多少钱 团队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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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